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学测影片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一些我们自然科的教学影片了吧 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对这影片的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影片它的录制的一些架构和流程和范围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我们这一系列的影片主要是针对102年的学测 也就是99课纲的范围下去做录制的 那我们刚开始呢 我们第一个会先从自然科开始做录制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在YouTube上看到一些我们自然科学测的一些教学的影片 那接下来在自然科录完之后 我们会接着录社会跟国文的部分 那这边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会尽快的录制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录制的概念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学测的题目下去做录制的 第一个我们先去判断它的考题的重点是什么东西 这一题它在考什么 接下来呢 帮大家延伸考题的相关的重点 也就是讲到A观念的时候 可能连BCD它可能会是相关的重点 那这个呢我们在最后帮大家做延伸 让大家从一题里面可以看到所有会考的相关的观念 这个我们是希望能够从80 20法则 所谓80%的题目来自于20%的重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考题去看到 所谓的20%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让大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学到最多最会考的一些必考观念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一些题目观念图像化 例如说题目的叙述 我们帮你把它转成一些图像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做理解 或者是一些观念 或者是一些延伸的重点 我们都用图像化方式来去帮助大家做记忆 从许多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图像的记忆呢 能够增加50%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完这些教学影片 能够真正的把该记的东西全部记到脑海里面 在LIS的教学影片里面呢 我们不会出现黑板 不会出现粉笔也不会出现板差 你也不会吸到粉笔灰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系列的影片 能够改变大家对于教学的一些传统的概念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学测系列 它适合的年级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当然学测影片我们当然是针对我们所谓的高三升 我相信很多同学 例如说自然组的同学 他不知道怎么复习社会科该从何看起 社会组的同学也不知道自然科该如何从何看起 我们这个影片呢 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影片的一些观念 还有重点来去带到所有会考的学测的观念跟重点 让大家在看完这些影片的同时 也能够把所有学测观念全部复习完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影片能够拿来检验自己复习的成果 这个影片我们设计的方式 我们第一个会带大家找出这题题目会考的观念 还有它延伸的观念 我们会附在后面 如果大家能够再靠题目那一瞬间 找出这题要考的观念是什么的话 那大家就成功一半了 接下来在后面延伸的部分 如果这些延伸的框框 其实你都能够讲得出来里面 它的观念是什么的话 我相信你也有很有把握的 告诉大家说你复习完学测范围 好 接下来是高二的同学 高二如果想要先预习所谓的学课考题 还有他考试的方向跟范围 还有他怎么考法 我相信这影片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检测工具 来帮助你预习学测的考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影片架构 影片架构的部分呢 刚开始大家会在第一个地方看到 所谓的102年学测第14题 第一页呢会告诉大家 我们在讲的是哪一题 第二页呢会告诉大家 诶 我们这一题的题目呢 他在考一些什么样的观念 第二页呢我们会给大家 这些学测的考题 然后并且框出我们用红色的一些 线条呢去告诉大家说 诶 这边究竟会考的一些观念是什么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下角 有两个框框 这个是我们YouTube里面的演结 希望大家能够用电脑 看电脑才能够去做 选择这个连结的动作 这两个连结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 直接看题目解析 如果大家一看这个题目之后 诶 直觉知道他要考的是 例如说生态多样性好了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生态多样性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选 所谓的直接看题目解析的部分 我们就会直接跳到 后面告诉你说 生态多样性 它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第二个框框 是直接看答案 这直接看答的部分 如果大家看完这题题目 如果知道生态多样性是什么 还有我们的这题答案是什么 那可以直接按这个选项 可以让你直接跳到后面 直接看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好 那同学如果刚刚你点击了 直接看解析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跳到我们解析 那我们解析的部分 我们当然就在讲 题目所要考的重点观念啦 那这观念 我们会用很多的图像 还有一些很漂亮的排版 来告诉大家 究竟什么是 这一题要考的重要观念 好 那大家可以在影片的 后面的部分 看到我们的要记得 或者是考题重点的统整 这边我们会把我们前面 所讲到的所有的 考试的一些重点观念 把你统整成一张表格或一个页面 让大家可以比较好去记忆跟背诵 然后呢 在最后一页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框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有上下两题 分别做在右上跟左上 接下来还有认识我们 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 follow我们的FB 或者Google Plus 或者等等相关的一些 资讯跟讯息的话 也可以到认识我们这边点进去看 那接下来最重点 相关考题重点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 绿色的框 那如果我们的化学 就会是蓝色的 如果我们地科呢 就会是橘色的 好那这边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连结点进去是什么 例如说 像这个我们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食物链 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里面有一些小观念 能量的转移 还有一些什么 互利共生 竞争 生略食等等的一些物种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要讲 生物的分类 有建本康物种 学名等等 我们大概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里面 所要讲的一些重点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或者不知道 想要学的 都可以点进去 我们这个框框里面 都可以做观看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们底下有一个影片 录制中 敬请期待的话 那就麻烦大家再等等了 或者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说 你很想看 那我们会加紧脚步 帮你录制我们的影片哦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 LIS的小小简介哦 欢迎大家上网 FB搜寻 LIS LearningIsSharing 我们Email在底下 LIS LearningIsSharing 小老鼠Gmail.com 欢迎联络我们 欢迎大家 和我们一起 改变教育